字幕提供 嗨!各位朋友 歡迎收看今天的 Rodger's棒球角色 Rodger從國小四年級 就開始打棒球 四年級,五年級就開始 國中到美和中學 國三,高中繼續留美 高一高高三 高三畢業,就去 投入進度打棒球 因為身體受傷,所以就沒有繼續打球 所以在這邊要跟各位朋友 各位小朋友,尤其是國小的朋友 還有這個,國中高中的小朋友 熱身一定要做夠 在進行任何的訓練之前 熱身,熱身,還有拉筋 絕對,絕對需要的 所以呢,一定要做這樣的動作 千萬不要在還沒熱身的時候 就冒然的進行訓練 丟球,以及打擊 這樣會讓你受傷 會讓你的運動生涯提少攻擊 OK,好來,首先呢 我們先做一個簡單的伸展 然後把球舉起來 好,這樣拉 1,2,3,4,5 好,再拉另外一邊 1,2,3,4,5 好 好,我們做任何的運動之前 都一定要進行出溫的熱身 好,那 今天呢 TV堂課 要跟各位小朋友介紹一下 怎麼 這樣 完成一個 丟球的動作 好 相信小朋友應該都知道 我們在傳接球的這個樹叫什麼 K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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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GB就是傳接球的意思 KGB其實是日本話 它其實不叫KGB啦 大家就把它看著叫KGB 它正確的名字應該叫KGB KGB 才是它真正的名字 好,來 好,來 那我們 首先來講解一下這個 豆腐的分解 好 一開始呢 放鬆 放鬆 好 身體的軸心在中間這邊 這就是我重心的軸心 軸心在從你的 眉心中間 鼻子 一直到下面 就是你的軸心 好 就結束運動作了 你可以把 手放在這裡 握手 你可以用舉手的 把手呢 舉過你的頭都OK 這沒有一定的設事 你方便就好 好 我們先來準備一下 準備這是 往後退 一步 往後退一步 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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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來 在這個時候 你的身體是面向那一邊的 也就是面向三連的地方 面向三連的地方 這就是我的方向 可是呢 我的軸心還是在中間 我的軸心是在中間的 我並沒有做任何重心的一個轉移 我們再看一次喔 最後一步 再準備動作 一 第一動 第二動 轉過來 第三動 第三動 腳就要跨出去了 那手是這樣子 呈現一個平行的 第三動 然後轉 這裡可以轉過來 用你的手再拉過來 轉過來 帶動你的身體 變這樣子 第一動 記住我們在投球的時候 你的手肘 你的手肘 不要低於你的肩膀 如果你的手肘 低於你的肩膀的話 這樣的姿勢就不良了 這是用側頭的 如果你是在發育階段的 這些選手呢 你側頭的方式 會容易對你的手肘這邊 造成傷害 可能會讓你的脫球生命 冷氣速的下降 OK 所以在這邊 有一個特別要注意的地方 到你在投球的時候呢 手肘 手肘 不要比你的肩膀低 平行或是高一點都沒關係 OK 平行或是高一點都沒關係 平行或是高一點都沒關係 千萬不要低於你的 低於你的肩膀 好 我們來做一次 完整的動作來 好 我們再做一次 OK 這就是一個 連續的完整的投球動作 然後我們來細部章節 首先呢 保持你的重心 我剛剛講過重心在這邊 來 往後對腹 轉身面向三壘 跨戶出去 記住跨出去的時候 是用腳尖去墊 好 我們是用腳尖去墊 這樣子 到這邊的時候呢 我們手後面這邊 躲起來了 好 透過這邊可以看到 我們手就躲起來了 然後呢 做一個轉的動作 轉的時候呢 手肘一定要比肩膀高 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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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你的眼睛前面 我們在眼睛前面這邊 出手 出手的時候 你這樣才有辦法去知道 你的球到底丟到哪裡去了 來我用這個角度來看一下 來我用這個角度來看一下 丟球就是這樣子 抬起來 跨出去 點 轉身 轉身 然後去這邊出手 扯出去 這就是一個完整脫球動作 來我們再示範一次來 好 這是第一種姿勢 第二種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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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